特別是疫情這幾年 其實全世界的人 都是往手機、互聯網、電子渠道 去做所有交易 反而那些人可能不去銀行分行 去了互聯網渠道 第一個就選擇了 Relax 市場有潔力 以及我們 take over 了很多 market share 我們在內地亦都開始 跟很多不同的合作伙伴來做這些 令到很多跨行業、跨機構 可以互相做大數據的合作 亦都同時不會透露到客人的私人 在影片之前記得訂閱京一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下載我們的App 還有我們京一共肥計劃Patreon已經上線了 Tips 物物送 有錢齊齊找 快點訂閱 疫情加速了人的生活模式 由線下轉移到線上 一些Fintech公司就最能夠受惠了 旗下有虛擬銀行和貸款業務的VLab 在全港貸款申請中數下跌的時候 反而逆市上升 特別是疫情這幾年 全世界的人 都是往手機、互聯網、電子渠道 去做所有交易 VLAN做貸款方面 疫情當中 全香港貸款申請次數有稍微下跌 反而VLAN是升了百分之四五十 那些人可能不能去銀行分行 去了互聯網的渠道 第一個選擇了VLAN 市場有潛力 以及我們 取消了很多市場 其實外賬表現都非常好 我們其實是一個 歷史新低 更多好的客群 來我們申請貸款 我們的 申請金額 又高了 我們的外賬表現又好 出身自傳統銀行業的Simon 在渣打和花旗都做過 當時亦有接觸過數據倉庫 以及風險管控的範疇 他說亞洲的金融科技 是起步得比較遲 原因是做慣銀行業的人 喜歡留在本業多些 不過Simon當年去美國進修 接觸到Fintech概念之後 發現電子支付 網上貸款和開戶 過程完全不用見到真人 令他覺得有趣之餘 還觸發了創業靈感 很多很有趣的業務模式 客戶體驗和傳統銀行 真的很不同 第一快點 第二真是7乘24 不需要見面 傳統銀行可能叫你網上申請後 也要去分行見一下 其實你見到 有一個很大的市場空間 市場的機會 當然 你要懂得運用一些適當的科技 去 overcome 風險 見不到一個人 其實有他的風險 很早期已經有很大量的投資 之後就用大數據 去做風險管理 或者是身份驗證 這方面我們在這方面的科技已經非常成熟 傳統你會說 你見到一個人才是最真 一個人在面前真 其實你 見到一個人 就是一個 data point 如果你沒有這個 data point 不過你用很多不同更多的 data 不同的 data point 可以去做 其實是否更加安全 現在VLab在中國累積用戶數目 超過了5000萬 全部都是經電子渠道開戶 完全不用見仰 都做到身份認證 集團在處理數據方面的經驗 除了用在網上貸款和銀行業務之外 在中國還做了BtoB的純技術輸出 超過700間機構都有用到他們的服務 經一共肥計劃推出 獨家內容 王國英足本分析 2022投資主題大曬 每天都只是需要5元左右 就可以拿到絕密投資貼士 加入本源 立即訂閱 共肥不自肥 賺錢預賣你 那個市場其實很不同 機構和個人的需求 內地和香港都很不同 內地其實那個在Enterprise BtoB發展方面的需求其實多 因為其實它人口大 處理數據需求多 所以更加需要有很好的數據處理平台 我們輸出的就是一個技術 去處理它的數據 亦有低成本 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每一個機構 都要自己有一個 一對研發團隊 由零開始建立一個平台 其實是沒有那麼多人才的 不如我建立了一個之後 可以幫每一個人去customize 或者賣給他們 或者software as a service 這樣做反而是令他們發展得更快 VLAM這幾年放了很多資源 下去私隱計算的技術 想建立一個平台 令到各個公司機構 本身擁有的數據 在安全保障到私隱的情況之下 做到協同開發 共享資源 每一個機構 它有自己的數據 其實兩個機構兩個數據加上 去做一個model 其實應該是更加精準 不過你又不想給我數據 我又不想給你數據 其實是有一個set up 新的technology的protocol 可以做到 兩個在數據不離開 或者安全的情況下 可以令它加上 可以做到數據 去做一個development 這方面其實是很大的用途 我們在內地 亦都開始 跟很多不同的合作伙伴 去做這件事 令到很多跨行業 跨機構 可以互相做到大數據的合作 亦都同時不會透露到客人的私隱 去年3月 VLab獲得安聯駐資6億 未來會推出主打年輕人的 智能財富管理服務 收集他們平時的消費數據 用科技定立儲錢目標 另外集團自2018年進入了印尼市場 現在已經做到收支平衡 一早成為了獨角獸的VLab 對於上市就持開放態度 不過就未有具體時間表 好 想緊貼更多理財 投資 和生活的資訊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和按下小鈴鐺 就不用按下小鈴鐺 並以為財務券是否用意